尼泊尔地震遇难人数持续上升 各国加紧救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华盛顿访问 将遭遇各方抗议 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新战略 授权美军发动网络攻击 晚安欢迎收看4月27号 星期一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尼泊尔的强烈地震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700人 而且还在不断的攀升 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加德满都的最新报道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迎接他的除了高规格接待 还有各界的抗议活动 我们将有详尽报道 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下面我们先请安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安华 好的 郁文 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药文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居民连续两天在户外过夜 担心的再发生强烈余震 那么星期六中午发生的7.8级地震 已经造成了超过3700人丧生 数以千计的人受伤 那么预计伤亡人数还会增加 下面来看VOA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一在尼泊尔八十年来发生的强烈地震两天后 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继续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幸存者 找到遇难者 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重型设备 搜寻工作严重受阻 进展缓慢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向受灾民众提供食物和衣服 我们更需要设备向推土机吊车 因为很多人在倒塌的建筑中丧生 我们需要设备和人员搜寻遇难者 地震造成农村地区的通讯系统被切断 预计在通信系统联通后 伤亡的人数还会上升 困难的无法想象 很难进入这些边缘的村庄 只有四轮驱动车辆能够行驶在乡间土路上 那里每年都发生泥石流 把道路阻断 整个村庄完全与外界隔绝 这些村庄就在山脚下 地震导致道路破坏 交通受阻 救灾物资无法送到灾民手中 我在这三天了 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安排 昨夜下雨我们都淋湿了 包括孩子 我们打电话给当局寻求帮助 但是他们老是说半个小时就到 但没有人来 星期六7点8级的地震发生在 加拿大满都西北80公里的地方 摧毁了这座 历史名城大部分地区 星期天又发生至少18次余震 有余震甚至高达6.7级 尼泊尔的周边国家 印度 孟加拉 布丹 以及中国都有伤亡的报道 美国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救灾援助 并启动了设在维吉尼亚州的地震救援队赶赴灾区 印度也已经提供三吨物资运网尼泊尔 中国 德国 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国也表示 提供资金或物资援助 并派救援队前往协助搜寻工作 1934年 尼泊尔发生了比这次更强烈的地震 造成了至少1万人丧生 威尔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将在纽约举行会谈 这是他们自从伊朗和会谈4月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谈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星期天说 会谈将在联合国合不扩散条约会议期间举行 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将6月30号设为最后期限 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批评人士说 美国以及英国 中国 法国 俄罗斯和德国对伊朗过于软弱 在取消制裁的同时呢 允许伊朗继续从事太多的核活动 那么奥巴马总统就为框架协议的条款辩护 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就可以重新实施制裁 而前总统老布什星期六批评框架协议 并且质疑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可行性 美国东部城市巴尔蒂摩的民众 星期一将为在警察拘押期间 因伤死亡的25岁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 那么这起事件是人们质疑少数民族与警察之间的关系 格雷的亲友和社区成员星期天为他守夜 两星期前呢格雷被逮捕之后脊椎严重损伤 一周之后死亡 格雷受伤的经过仍然不清楚 有关官员说用警车移送格雷的时候对他管输不当 那么格雷死亡以来 抗议者每天举行和平示威 但是上周六的示威呢出现了零星的暴力 有几个店面和汽车挡棚玻璃被砸 至少有34人被逮捕 巴尔蒂摩警察局已经让与格雷有过接触的6名警察代行休假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是否有违法公民权利的行为 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一为争取两名毒贩免于枪决而做出最后的努力 敦促雅加达在调查有关其审判的腐败指承之前 暂缓执行死刑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说 主审法官曾经表示只要拿到数万美元 即可将两名毒贩判处20年以下的监禁 那么这两名毒贩的印尼律师说 他要求调查此案的司法程序当中的不公现象 那么在这同时 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一说 他将就菲律宾死刑犯维洛索一案的法律问题和总检察长进行商讨 此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吉隆坡东盟峰会期间会见佐科 要求对这一案件予以人道主义考虑 星期一数十名的菲律宾抗议者聚集在戒别森严的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的门外 要求佐科不要处决维洛索 印尼当局星期六向十名毒贩下达了72小时后执行死刑的通知 最早将在星期二晚间执行死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波士顿 展开对美国四个城市的访问 访美期间安倍星期二将在白宫和奥巴马总统会谈 并且在星期三首度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上发表演讲 安倍此次访问正值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 未来将体现日本在安全防卫当中要起到更大的作用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部的资深主任麦爱文 星期五说那么这是自从1997年以来呢 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首次修订 将扩展日本在联盟当中的决策 并使得日本扩大协助美国军队 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说 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公布之后将会通过一个安全法案 使之与去年针对战后日本宪法所做的重新解释相一致 即允许日本参与集体自卫行动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上个星期六尼泊尔发生着强烈地震 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 美国之音驻泰国记者赫尔曼在灾难发生之后 也立刻赶往加德满都进行采访 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赫尔曼发回报道说 各国的救援人员还有人道组织是不断的涌进 加德满都的机场爆满 这也导致他们的飞机被迫降落在临近的印度加尔各达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赫尔曼在稍早之前的报道 我们搭乘泰国航空319航班从曼谷出发 原定直飞抵达加德满都 但是无法降落在加德满都 这架波音777飞机在加德满都南方上空盘旋一个小时 后来机长担心燃料不足 也一直不清楚加德满都机场拥挤的情况 决定转往加尔各达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我们飞机客满 其中70人是日本搜救队 我们还采访了一位华裔美国人 他从德州达拉斯带来一个搜救队 中国印度新加坡的搜救队已经抵达了加德满都 当地国际机场的问题不仅给商业航班造成了困难 听说印度空军至少也有一架飞机被迫折返 这显然是这场灾害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救援人员无法进入 而灾后48到72小时是抢救最关键的时间 那么赫尔曼他还提到 由于飞机没有办法降低高度 他没有能够看到在加德满都的地面状况 不过他说在当地有许多的报道都指出 灾情最严重的不是在加德满都 而是在许多的偏远地区 一些村落甚至遭遇了全村都被掩埋的命运 而救援的黄金时间正在不断的逝去 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赫尔曼的报道 我们飞得太高 无法看到加德满都地面的情况 据了解灾情最惨重的还不是加德满都 而是镇央附近的小村落 我们听说很多地方全部被移平了 这些只有500到1000人的小村庄 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那么赫尔曼也将随时发来最新的报道 那么VOA卫视呢 我们稍早也通过了电话 采访了尼泊尔的全国地震科技研究所的副主任 拉米什·古拉甘博士 古拉甘博士说呢 这次的地震灾情相当惨重 救援人员仍然没有办法深入到偏远的地区 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古拉甘博士怎么说 我们正在跟政府组织协调同时搜集信息 尤其是地震破坏方面的信息 了解不同受灾地区的情况 以便综合了解掌握我们究竟有什么信息 那么古拉甘博士说呢 目前尼泊尔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医疗援助 还有就是如何设法 让这些援助抵达到需要的民众手里 我们继续来听听古拉甘博士的说法 目前我们正在跟尼泊尔政府协调 也正在跟其他一些组织协调 截至目前我们的人员还没有能抵达 需要医疗和其他援助的偏远地区 截至目前援助仅限于加德满都和周围山谷地区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跟其他的合作伙伴合作 但他们的人也不能抵达加德满都山谷地区之外的地方 目前他们需要医疗援助 那么许多媒体也报道了这则消息 那就是就在尼泊尔这次严重地震发生的一个星期前 一个由各国地震专家还有科学家所组成的研究小组 才到了加德满都 为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来进行准备工作 那么尼泊尔是否早已预知强烈地震即将要发生呢 他们是否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呢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古拉甘博士怎么说 我们没有确切的信息 没有确切的信息显示发生大地震的确切地点和时间 前前确实有许多科学家跟大学合作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但还不能预测这样的地震 那么尼泊尔的震灾死亡人数在继续的攀升当中 来自各国的救援也不断的涌入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消防局的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救灾队伍 他们已经在星期天携带着大量的装备直飞灾区 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美国精英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我要前往尼泊尔从事人道搜寻救援任务 这是洛杉矶县消防局的城市搜救二号特遣队 领军的区队长哈里斯 星期天下午出发前对尼泊尔救灾任务的定义 尼泊尔发生强症导致两千多人死亡 美国国际发展署下令在东岸维吉尼亚州的第一支城市搜救特遣队持员 洛杉矶县消防局的搜救队伍 星期六接到发展署的准备指示 星期天得到动员令 哈里斯区队长的57人搜救队迅速整装生火待发 洛杉矶县消防局发言人斯普沃尔表示 他说你看到的是一群受过高度训练的洛杉矶县消防员 他们的专长包括医务护理 城市搜救技术 救援权指挥 还有医生 建筑结构工程师 以及后援补给专家等 城市搜救特遣队的特色之一是准备充分 设备精良 他们到灾区之前做好自给自足的充分准备 避免成为灾区的额外负担 斯普沃尔说 他说外面和里面货架上 有将近25吨重的设备要运过去 这次派遣的57人特遣队属于中型 没有携带车辆 全美国只有两支救援队具备资格 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签约 可以部署到海外 这些都是消防局的精英 斯普沃尔表示 他说他们抵达后 要从倒塌的建筑物底下 非常封闭的空间里 把困住的人救出来 他们在这方面有多年来的救灾经验 搜救特检队参与过的 2005年卡特里纳风灾 2010年的海地震灾 和2011年的日本海啸救灾 但尼泊尔震灾不太一样 帕里斯表示 他说 首先是我们旅行的距离非常长 地形不同 是高山区 还有气象报告会下雨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任中道远 50多名成员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州上车 前往军用机场 预定星期一抵达尼泊尔 哈里斯表示 我们有备而来 我们经常受训 有救灾经验 这是我们的专业 相信可以在尼泊尔的救灾行动有所发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罗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那么尼泊尔的强阵呢 造成了几千人不幸遇难 包括了美国 中国 还有印度等许多国家 都已经紧急的派出救援人员到灾区来进行人道救援 我们下面呢继续连线 BOA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请荣香来跟我们谈谈 荣香跟我们谈谈美国政府方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援助措施呢 美国政府立刻拨出第一笔的救援款项 金额为美金100万元 美国国务院表示训练有素的搜寻救援队伍正准备前往灾区 根据了解来自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搜寻救援队伍呢 包括了医生旧搜救犬小组还有建筑专家 目前正前往尼泊尔的途中 另外国务院也立刻针对尼泊尔发布了旅游警令 警告美国公民 除非必要不要前往尼泊尔 那么在尼泊尔的美国公民呢 如果需要协助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还有电话 向美国驻加德满都的大使馆来寻求援助 从荧幕上我们可以看到援助的联系的方式 那么与此同时呢 白宫还有国务院呢也针对不禁遇难者还有家属了 表示深深的哀悼 一文 是那么荣湘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在华盛顿 不仅仅焦点在关注于如何来援助尼泊尔这场震灾 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 我们也看到刚刚媒体报道 新闻报道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这个星期就要正式的展开对美国的访问了 那么另外呢 每日之间的二加二会谈呢 星期一也要在纽约登场 跟我们谈谈这些会谈还有安倍晋三的行程 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 美国白宫鼓励安倍晋三 通过建设性还有坦率的方式来讨论历史问题 尽管白宫没有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一样 明白敦促安倍晋三 应该和他的前任一样呢 明白对日本在战争时期的侵略来表示谢罪 白宫鼓励安倍晋三 做出符合日本过去有关声明的讲话 另外白宫官员表示 安倍晋三这一切形成除了博士顿 还包括了华盛顿旧金山以及洛杉矶 那么星期二在白宫南草坪将举行欢迎仪式 随后椭圆形的办公室每日元首召开会谈 之后是共同记者会 中午国务卿克里还有副总统拜登 在国务院举行午餐会 晚些时候呢 白宫将以国宴来招待安倍晋三夫妇 预计将近300位客人将出席 那么在经济的议题上面呢 引人瞩目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英文简称TPP的谈判进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洲的例行讲话中呢 也提到这项谈判的重要性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怎么说 正当美国经济处于新的全球实力位置 如果美国不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中 书写规则造福美国工人 那么就会由中国来写这些规则 我们正在进行新的贸易谈判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这是史上标准最高的贸易协定 不过白宫官员表示呢 并不预期美日在安倍晋三访问华盛顿期间 会针对TPP做出重大的宣布 说TPP已经达成协议 因为还没有达成谈判 目前呢将讨论双方在重大分歧上 取得了哪些进展 还有缩短了哪些差距 另外在安全的议题上面 赛过不久呢 即将在纽约登场的每日二加二会谈 白宫官员表示 这项会谈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那么在会谈之后呢 也预计有重大的宣布 也将提出了日本未来在区域安全方面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 一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荣香在国务院的现场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在安倍晋三访美的期间呢 他还将遭遇的是来自各界的抗议活动 稍后回来我们就要带您听听这些抗议组织者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诉求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LA卫视新闻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期间呢 包括了华裔 韩裔人士 保调人士 还有反战组织等许多的团体 都在酝酿要发起抗议活动 要求安倍就日本的二战罪行来进行道歉 那我们下面呢 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在华盛顿地区 抗议的组织者之一 亚太二战浩劫纪念馆新建会的副主席 熊元杰先生 来谈谈他们的行动 熊先生您好 您好 是 先跟我们谈谈啊 你们的组织计划发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抗议活动 主要的诉求有什么呢 我想我们主要的诉求是因为 要向日本政府安培 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不满 这个 日本在二战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他们这个投降以后 但是他们这个投降以后他们的许多的行为 比如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向我们道歉 同时呢 在1995年他们就开始创改他们的教科书 到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 日本安培和他的政府向美国的一个出版商叫做McCrew here 这个出版商啊出了一本大学的textbook就是教科书 里面提到了日本未安抚的事情 他们向这个出版商提出抗议 要求这个出版商啊 把这一段历史给删掉 所以他日本这个在二战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他并不回 并没有悔改 而且这个不断的在篡改他的历史 不敢面对诚实的面对这个历史 这是我们要向他表示不满的原因之一 好的 那么熊先生我们也知道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啊 很多人说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现在不仅仅是来自你们这些抗议组织者 美国国会里面也有一些议员要求日本要道歉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分析都认为 安倍是不可能为此进行道歉 他到目前为止的发言都只是 在日本在这方面进行慎重的反省与思考 那么对此你们能够接受吗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否有可能未来会扩大抗议的规模呢 我们是完全不能够接受 那我们这个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做的事情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出面 对他们提出正式的抗议 但是身为我们自己的老百姓呢 我可以只能分享一下我对日本抗议的行为 我绝不买日本货 我绝不买日本车 同时我跟我的女儿他们讲 将来你只要买了日本货 用了日本车 你的名字就不在我的遗嘱里面 是 那么熊先生 除了您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们相信很多人也想了解 您所属的这个亚太二战浩劫纪念馆新建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你们是在推动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吗 那么主要的成员都是一些在美国的华裔人士 还是有其他族裔的人士呢 我先讲我们的成员啊 我们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台湾的这个老留学生 OK 最近呢我们也有一两位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学者参加我们 那我们最早的目的呢 是想成立一个这个浩劫纪念馆 把日本的罪行呢能够在哇逊的这个地区啊 成立一个馆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但是我们也算过 这个犹太人的浩劫纪念馆呢 前后一共刮了十四年 然后他们请的是每一任总统的夫人 是他们的sponsor 他们犹太人在美国有非常大的势力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算了一下钱 算了一下这个 我们知道要往那个方面去做非常困难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完全放弃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 我们编了一本教科补足教材书 现在已经正式的被美国这个County 我们这个Montgomery County接受了 这本书呢现在是他们老师的补充教材的guide line 里面介绍的呢就是 在亚太地区二战时期间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七三一部队 这个魏安富 南京大屠杀 飞虎队这等等的事情 好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熊元杰先生 抽空接受我们美国基因的访问 那么美国基因在未来几天呢 我们将持续报道 安倍晋三在美国的访问行程 还有相关各界的反应 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基因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最新报道 或者发表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美国五角大楼的新战略 正式授权美军在必要时发动网络攻击 记者李宝将有详细报道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VOA卫视新闻 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安全战略 首次明确表达 美军在面临威胁时 可以实施网络攻击 那么在此前呢 分析人士曾经说 在爆发冲突的时候 中国很有可能会先发制人 对美国的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 来发动网络攻击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23号 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宣布 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 自2011年以来 对网络安全战略的首次修订 同一天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的 这份网络安全新战略称 在局势紧张或爆发冲突时 国防部必须向总统提供 多种不同的选项 以管控局势避免冲突升级 一旦接到指令 国防部应该有能力采取网络行动 破坏对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及其关键的军事设施 卡特部长对美军 可能实施网络攻击的原因 及其行动规范做出了说明 我们的对手们应该知道 我们偏重贺阻和防御 但这不会降低我们在必要时 使用各项网络手段的意愿 当我们采取防卫或攻击行动时 不管是常规还是网络手段 我们都会遵守符合国际 和国内法的交战规则 卡特部长在描述 来自外国政府的网络威胁时 提到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 他说美国在网络安全新战略中 明确提到在必要时 可能实施网络攻击 是为了降低对方误判的风险 局势稳定取决于避免误判 误判会导致冲突升级 各国军方之间必须要对话 了解彼此的实力 国防部必须尽自己的责任 更多地将过去暗中研发出来的 网络能力呈现出来 在此之前一些网络专家说 中国的网络技术和对网络的依赖 远不及美国 在判断冲突一出激发时 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 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 乔·麦克雷诺兹是美国防务集团的 一名中国军事情报分析员 中国正在注重在自己的指挥 监控和侦察系统受到损害时 仍然有能力作战 这就大大激励了他们在跟美国 发生冲突时不惜采取行动 损坏对方的指挥 监控和侦察系统 美国国防部推出的网络安全新战略 称美军将努力提升 在受到网络攻击时 依然能在陆海空领域作战的能力 并向潜在的对手发出警告 一旦遭受网络攻击 美国的回应不会局限于网络回击 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新战略 还包括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对话 以便更好地了解 各自的网络战略思想和相关政策 北京曾表示愿意就网络安全 与美方对话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 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的主持人宝申 已经来到现场了 欢迎你宝申 你好 宇文 是 我们今天星期一 好像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要来探讨 是 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 前不久呢 一个朝天安门毛泽东像 投掷墨水瓶的男子 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啊 有很多挺毛的人 在网上打放厥词 说是判得太轻了 那么联系到不久前的 必福建的事件 很多人也要求他要彻职 然后要法办 我们要谈一谈 为什么毛泽东死后 将近40年了 在中国仍然有这么多的人 练毛挺毛 他们是真练还是假练 他们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 那么中共当局 为什么做事他们做大 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那么第二个讨论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 中国的天网行动 中国公布了一批 外逃贪官的名单 有一百个贪官 榜上有名 我们要谈一谈 什么人光荣上榜 什么人没有上榜 上榜这些人 他们有什么特色 他们是不是会被引渡回中国 很多人把它称为红色猎杀行动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好 我们谢谢保生 来到节目现场 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锁定BOA卫视 收看 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 时事大家谈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又遭遇了新挑战 稍后小夏看美国 将有深入分析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凡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BOA卫视新闻 多哥人还在等待 他们星期六大选的点票结果 那么预计呢 现任总统弗雷·纳辛贝 将会再次当选执政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赞扬了星期六的选举 并且呼吁多哥政治领袖 继续的能够保持 在选举过程的和平氛围 这是现任总统纳辛贝 第三次竞选总统 总统的任期呢 是五年 这也将使得他的家族 掌控多哥政权 将近五十年 预计反对派领导人 让皮埃尔 法布尔的得票率 是位居第二 选举委员会 必须在投票结束六天内 宣布选举结果 多哥官员说 全国350万合格选民里 只有53%到55%的选民 参加了这次投票 投票率低于2010年的总统大选 当时有近三分之二的选民进行投票 东盟的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 那么预计南中国海领土争端 将会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东盟十国领导人 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 有报道说 东盟领导人将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 和领海要求提出关切 并寻求同中国一道 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 沿海造岛 引起其他在那里有主权要求的东盟国家 以及美国的严重关切 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在至开幕词时 强调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 他说 最近局势的发展 升高了对南中国海的关切 鉴于那里的海上通道 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那里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 自然都会引起国际关切 东盟必须主动地 但同时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尊重国际法 包括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必须成为南中国海 参与和活动规则的基础 纳吉还重点阐述了 东盟未来的发展前景 包括在今年年底 创立一个单一的区域共同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就东盟峰会 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关切 做出回应 他说 红磊说 中国坚决反对个别国家 以一己私利影射和指责中国 并绑架中国同东盟的关系 VOA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最近对境外非政府组织 管理法草案进行了二审 草案二审搞规定 除了国务院另有规定之外 境外非政府组织 还有他们的代表机构 不得在中国境内 来设立分支机构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 韩国方面批准了境内的民间组织 来向朝鲜提供化肥 还有搭建蔬菜暖房 所需要的材料 这是过去五年来的头一次 韩国政府发言人说 希望能够帮助改善朝鲜民众的生活 同时也希望朝鲜政府 在如何分发利用援助方面 可以有透明度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韩国同一部发言人 韩国政府批准了一个韩国的民间组织 向朝鲜运送15吨化肥等价值2亿韩元的援助 这位发言人说 韩国政府批准了民间组织 向朝鲜提供在沙里院地带 搭设一个蔬菜暖房所需要的建筑材料 以及肥料等等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韩国政府将持续允许 提供在农业 畜牧业 林业等领域 能够帮助朝鲜民众改善生活的人道援助 他还说 希望朝鲜政府在援助的分发问题上 能够做到透明 自从南北韩关系2000年以来 开始呈现缓和之际 韩国每年都向朝鲜提供35万吨的化肥 还有50万吨大米 但是2010年发生了 韩国天安舰被鱼雷击沉 造成舰上46名韩国海军官兵丧生的事件之后 韩国方面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 只有少量的药用品被允许继续运送到朝鲜境内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星期将要展开辩论 讨论同性恋者在宪法架构下 是否有权结婚 那么这场相关听证也将决定 美国是否会将同性恋婚姻全面合法化 或者是维持现状 让各州来自行决定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 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罗斯和迪波尔住在密歇根州 他们收养了四个孩子 还要照顾一个寄养儿童 美国禁止同性婚姻的州已经屈指可数 密歇根州是其中之一 我们全家聚在一起 教孩子做家事 骑自行车 跟其他的家庭没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所爱的人 那不应该成为对我们实施差别待遇 拒绝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权利的理由 迪波尔和罗斯提出诉讼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在星期二展开辩论 核心问题是州政府禁止同性婚姻是否违宪 以及是否应该承认在其他州合法结婚的伴侣 华盛顿在刚过去这个周末 举行了反同性恋示威 其中一位示威者表示 我们来到这里聚会 因为作为基督徒 我们希望人们遵守神的旨意 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同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婚姻 根据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有61%的美国民众支持同性婚姻 而在两年前 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 禁止美国政府承认同性婚姻的联邦法律 去年也五个州的传统派人士上诉 要求最高法院会复遭到地方法院 推翻的同性婚姻禁令 最高法院拒绝介入 一些法律学者相信 最高法院已经透露其最终意象 目前这种由各州自行决定 同性婚姻是否合法的现况 无法持久 乔治成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杭特 通过了视讯连线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他说 目前的状况十分的荒谬 同性伴侣在这个州 第一节的合法婚姻 迁移到另外一个州 却不被承认 我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 美国全面承认 同性恋的婚姻 只是时间早晚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最高法院 在今年稍晚做出 对罗斯和迪波尔有利的裁决 他们要如何庆祝呢 我们要举办盛大的婚礼 非常盛大的婚礼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 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BOA卫视新闻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据说呢 已经募集到了 上亿的竞选资金 可是金钱 在现在呢 也可以说给克林顿的家族 引来了大麻烦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今天我们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 美国之音的龚小夏 就要给您介绍一下 最新的发展 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这起这个事件 我们之所以会来探讨 可能主要也是因为 就在下个星期 有一本新书要出版的 叫Clinton Cash 克林顿金钱的这本新书 那么其中提到了很多 对这个克林顿家族的一些捐款 那么质疑他的一些来源 甚至说有这个所谓 俄罗斯主导的一家 油矿开采公司 也给他们进行了捐款 跟我们说一说 这些这个报道 还有这个新书出版呢 可能会对希拉里的选情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问题非常大 我们先一条一条说 先说一下油矿 这个事件 这个是很具体的 因为这个油矿公司 其实都说是俄罗斯公司 这是不是很正确的消息 这是一家加拿大公司 后来被俄罗斯公司买了 可是这家加拿大公司呢 就在让 将公司出售给俄罗斯的过程中 像做了三件事 第一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超过三千万美元 向他的公司的那个总裁本人 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超过三百万美元 三百二十万吧 然后这个公司的总裁又安排克林顿本人到俄罗斯去讲演 拿了五十万的讲演费 这是这个具体的金钱 那么这本书很有意思 这本书里头就是支持克林顿的人说 没有任何新东西 全是公开的材料 但是写书的人说 就是公开的材料 我们还发现这么多东西啊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他的论点就在于 第一是克林顿基金会 募了上千亿 就几千亿美元的全世界做慈善事业 而克林顿夫妇在其中得到了很大好处 另外呢克林顿夫妇 特别是克林顿总统 通过讲演费拿到了 获得了大概是一百三十多亿 不一亿三千多万美元的这个利益 那么尤其是相当大一部分是在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 是在国外做的 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多讨论 是很有意思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前总统克林顿 他的演讲给他赚进了这个一亿三千多万的这个金钱 或者是他的这个演讲费用 我们也知道很多美国的卸任总统 也是到各地去演讲啊 出席活动 那么也领取一些这个出席费用 那么为什么这个媒体独独就针对这个前总统 这个情况呢自从大概从这个卡特下了台之后就不再存在 以前总统下了台的很穷的 那么现在讲演费很高 最高的讲演费记录是谁呢 是里根 里根曾经在日本拿到二百万讲演费之后 再有二百万捐款 所以四百万 但是克林顿的问题是 克林顿就在希拉里克林顿当国务卿的时候 出去拿这个讲演费 这样会不会就英文叫commingling就把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混起来了 这是关键 是主要是这两夫妻都这个曾经在这个公职单位做过这么高的这个位置 所以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上面 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新书里面所提到的很多内容 很多人都担心会对希拉里的竞选选情会带来影响 你的观察呢 已经带来很大影响了 我们现在看在美国的民调中呢 就是不信任希拉里克林顿的人已经占了多数 这样我们就要同时看到民主党内其他有意竞选的人 也就开始比较积极的活动起来 我们看到像前那个马里兰的州长奥马里最近非常活跃 所以呢 原来以为是希拉里能锁定民主党的提名 现在恐怕不见得 现在多了很多新的变数了 好了我们谢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BOA卫视 我们在每周一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 带您关注美国的时事与政治 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呢都将刊载在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 最近出版了自传 这其中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稍后我们将有详细报道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在美国一个手工制品还有古董的买卖网站 他们自从上个星期上市以后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这个名叫Etsy的网站 它是如何发迹的呢 美国经济记者霍克带您去一探究竟 Etsy是一家由个人卖家提供手工古董和复古商品 进行交易的网络买卖市集 自从大约十年前全面启动以来 这家公司已经拥有约150万活跃卖家 和近2000万买家的坚实基础 公司收益稳步增长 去年达到逾1.95亿美元 截至12月 Etsy的应用程序已经有2.2千万次下载量 它是手工制品和复古商品网络运营的领导者 包括珠宝 家具 服装 还没有其他公司能够创造出这种社区 而且是一个非常忠诚的社区 大部分是女性 在招股书中 他们会告诉你 2011年金半数的买家和卖家 在2014年依然是 不过 Etsy在股票市场的初始成功 还是让人感到惊讶 4月16日 Etsy在纳斯达克上市 股票以31美元的价格开盘 当天股价飙升高于35美元 这笔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价16美元 犯了不止一倍 Etsy卖过超过1.3千万股票 在上市的这一天 募集2.67亿美元 因此多花一些钱 留住有新颖率的客户是值得的 增长率很不错 在年里超过50% 看起来他们保持这种30%的增长率 这家公司真的增加了 它在市场营销上的花销 意识到它拥有如此忠诚的客户基础 在最初的股票市场缺跃后 Etsy的股价下跌了 引发了公司将被出售的预测 我认为Etsy这样出现 估价为几十亿美元 这使它成为E去 或亚马逊这些大公司的肩并目标 但是周二 该公司股票出现小幅上涨 收市时为25美元 股市分析人士表示 Etsy的未来将会如何 尚不清楚 这将取决于管理层 如何对待新的投资者 便提供投资者所期待的那种预期 Etsy成立于2005年 由一个仅出售木制商品的网站 发展成为手工艺者们的网络社区 提供无法批量生产或转售的独特商品 它的支持者视其为对抗由大公司推动的全球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手段 改变这条线路会失去公司的忠实基础 但是Etsy已经宣布了全球增长的计划 扩大其独一无二货品的买家和卖家的基础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有伊林播报 第十四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 他在很多历史事件里可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是呢他为人低调 这些故事显为人知 那么最近他的自传出版了 共同撰写了一位作者 美国学者石文安博士 就在最近在华盛顿召开读书会 来讲述这些背后的故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经济者海伦和施桥所做的采访报道 近日 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珠的自传出版 这本自传名为《嘎伦堡的面条商人》 我为西藏奋斗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由加勒顿珠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家关系学院 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教授石文安博士共同撰写 4月15日 石文安博士在华盛顿召开读书会 与读者分享出版这本书的始末 以及加勒顿珠奇人奇事 他朗读了加勒顿珠书写的前言 在魏葬境内 正式的公告颁布了 年幼的弟弟拉莫顿珠是达赖喇嘛的第十四世转世 从这一刻起 我们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 书中从家族历史开始 加勒顿珠讲述了他从爸爸那儿听来的故事 他是家中唯一一个没有披上袈裟 成为僧人的儿子 他曾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的邀请下 前往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学习 因此藏语、汉语和英语都不在话下 1952年 加勒顿珠回到拉萨 原本想要帮助达赖喇嘛进行西藏改革 然而当时中国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局面 让他不久后在没有告知达赖喇嘛的情况下逃到印度 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接触加勒顿珠 邀请他合作训练藏族反抗战士 这些战士受训后会搭乘飞机 携带武器、无线电等 使用降落伞回到西藏 1959年在达赖喇嘛出逃西藏时 初始计划并不是要前往印度寻求庇护 而是在中印边界附近停留与中国政府谈判 出逃的路线上有一块领地 当时由藏族反抗战士控制 其中两名经过中情局训练的战士陪同达赖喇嘛 并通过无线电向华盛顿方面通报每日情况 而美国又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在印度的加勒顿珠 在达赖喇嘛一行发现初始计划无法实现时 华盛顿方面通知加勒顿珠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 安排好了达赖喇嘛的政治庇护 这个中情局的项目进行了几年时间 几百名藏人受到训练 1969年中情局终止了援助 史文安引用了书中加勒顿珠的一段话 那是1969年 尼克松已经成为美国总统 基辛格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们两个都对西藏一无所知 也丝毫不关心 因为中美两国的外交谈判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与达赖喇嘛领导的组织 保持任何联系或提供任何援助 因此中情局的藏族地下战士项目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加勒顿珠表示 这个项目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 一个理由进行大规模报复行为 导致许多无辜人员的伤亡 对藏族文化造成极大打击 他说与中情局的合作 是他一生都懊悔的事情 后来熟悉汉族文化的加勒顿珠 作为达赖喇嘛非正式的特别使者 多次前往北京与历届中国政府领导人会面 包括邓小平 胡耀邦 习仲勋等 1979年邓小平曾对加勒顿珠说 除了独立以外 什么都可以谈 因此前后四个流亡藏人代表团 得以回到西藏 与亲人朋友相见 此后 加勒顿珠参与安排了多次代表团 但他本人一直没有踏足西藏 1990年 他认为时机已成熟 希望回访拉萨 当时负责安排行程的 正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由于习反复更改加勒顿珠的行程计划 两人的这次来往并不愉快 石文安称 现年86岁高龄的加勒顿珠健康状况不佳 尽管收到现任中国领导人的邀请 他没有前往会面 石文安相信 加勒顿珠已经将为西藏奋斗的这份事业 传承给下一代的藏族人民 因为这本书 石文安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 与加勒顿珠相处时间不少 在他看来 加勒顿珠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 他非常低调 他从不出风头 也不想让公众注意到他 这么多年以来 他一定程度上都是在地下秘密工作 他有很多秘密要坚守 而且他守得很好 所以他不是一个好显白的人 近半个世纪以来 在汉藏交往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中 都有加勒顿珠的参与和见证 石文安说 居住在印度卡伦堡的加勒顿珠开了一家面条厂 但是他并不富有 他更多的是把这家面条厂看作是自己对社区的服务 为居民们提供买得起的面条 虽然加勒顿珠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成就 但石文安表示 这本自传就是他的一份宝贵传承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您知道吗 在全世界有五分之一的人口 他们饱受长期慢性疼痛之苦 这导致了他们失去工作 陷入了忧郁 不过呢 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可以扫描人脑中的痛点 来证实这种慢性疼痛绝对不是想象出来的 而且可能在未来提供更好的治疗措施 下面我们来看报道 这是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个支持小组 专为常年遭受疼痛的人设立 如果你被锤子砸伤了手 或者在医院补牙时没用麻药 想象一下这种疼痛一直不停会是什么样 查尔斯·霍罗威茨是主导这个组的辅导顾问 他患有慢性背痛 迟早他们可能会说 我认为你需要看一下精神病医师 医生警告劳伦 他服用的止痛药会上瘾 这就是医生们一直跟我说的 让我去看精神病医师 麦奇患有持续性的头疼 我去过几家非常有名的专制头痛的医院 他们一个劲的让我吃药 我告诉他们我吃不了那么多 他们根本不听我的 没有任何医学测试可以显示慢性疼痛 但是哈佛研究员克拉斯·林曼 通过神经成像发现 被鞭子抽痛的人们的脖子 有更多神经系统被激活 对于网球肘而言 这种激活自然是在肘关节附近 许多患者都会遭遇质疑 比如可能什么事也没有 你只是在抱怨 但我们试图获取一个好的客观指标 来衡量病患们承受的疼痛 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 托尔·维杰用人脑图谱 展示长期和突发疼痛的区别 突发疼痛 涉及主管快速行动的大脑中枢 所以当我碰那杯热咖啡 身体收到疼痛信号 同时传输到我的大脑 相对而言 慢性疼痛激活了 跟情感和记忆有关的区域 所以当人们经历这种热刺激时 再想象一下 它灼烧你的手 起泡 疼痛会增加 但是当他们专注于 较为平静的画面时 疼痛减轻了 当人们想象一张温暖的毯子时 他们在这个系统中的脑部活动增加了 疼痛也减轻了 在霍罗威茨看来 这是有道理的 我在90年代的时候 严重地失去了生活能力 夜里我不得不爬到卫生间 我现在每天仍然承受 40%的慢性疼痛 但我摆脱了60% 其中一步就是和人们待在一起 霍罗威茨希望在未来的几年 研究员们发现的人脑图谱技术 可以帮助更多人 治愈慢性疼痛 美国人记者施伦德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OMG 美与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犯步行的上一座题的话题就是 患者 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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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heard you are sick Can I bring you some soup or something 我听说你病了 我带点汤什么的给你 Yeah I have a really bad head cold That would be so nice Could you bring me some chicken noodle soup 是啊,我感冒,挺严重的 可以的话就太好了 你能不能带一些鸡肉面汤吗? stomach flu stomach flu stomach flu 肯胃感冒 just rest up, okay? I had a stomach flu last month and couldn't eat anything but like crackers for a week 好好休息,好吗? 我上个月多了 肠胃感啊 差不多一个星期除了饼干之外 什么都不能吃哦 feverish Do I have a fever? feverish feverish 发烧 I'm really feverish right now too I think the only thing I would feel good eating right now is chicken noodle soup Thank you so much 我现在有点发烧 我觉得现在唯一想吃的东西就是鸡肉汤 太谢谢你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when you have a bad head cold or stomach flu? OK,拜拜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上BOA卫视第一小时节目 我是郑玉文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郑玉文